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5月12号星期日 大家好 论语第十篇 乡党篇 这篇比较短 只有16句话 我们看看说了什么 第一句说 孔子在家乡谦功得很像个不会说话的 到了宗庙朝廷则善于辞令 但很恭敬 这一章整个就讲讲 孔子为人处事的一些态度 让我们去学习吧 这么个意思 第二句说 上朝在等待君主的时候 和下大夫说话的时候 和颜悦色 和上大夫说话 忠正儒雅 君主在朝的时候 对君主是既恭敬又亲近 第三句说 受君主的委派接待外宾 总是精神饱满 神色庄重 快步去办 像站在两旁的人 桌机左右拱手 衣服前后摆动 风度翩翩 到外宾面前伸开双臂 击步迎上去如舒展双势 客人辞别后 一定要回禀君王说客人走远了 反正就讲这些礼仪这些道理 第四句说 进朝廷的大门 动作收敛 好像没有容身之地 站着的时候不站在中门 走的时候不踩这个门槛 经过君王助位旁边 神色庄重 步伐快捷 连说话都感到不应该说 提起下摆 走上堂去 举止收敛 屏住气息 好像不呼吸一样 出来后走下一级台阶 脸色轻松 心情愉快 走完台阶继续前行 快步如飞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是恭恭敬敬 第五句说 出访的时候手持这是归气 是吧 小心谨慎 像拿不住似的 向上线归 归向坐机一样的恭敬 献完下来的时候 好像还在线归一样 说战战兢兢 步履细碎 足根轻轻抬起 轻轻放下 县礼的时候神色祥和 以私人的身份和外国的君臣相见的时候 显得是轻松愉快 第六句说 说君子不用红青色相衣边 不用红紫色做便服 夏天穿粗的或细的格部单衣 一定要外加一件上衣才出门 黑色套在黑色的高球上 白色要套在白色的迷球上 黄色套在黄色的弧球上 反正就很讲究 非常讲究 各种动物的 对 而且是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配 然后对什么 连这个衣边用不用什么颜色的 都有讲究 你知道吗 还没有 然后便服要做什么颜色的 不同程度上都有讲究的 反正就这衣服特别讲究 居家的皮衣要长 但右袖子要短 摘戒期间一定要有睡衣 比自身要长一半 用胡萝的厚毛皮做坐垫 扶桑期满了后 无论什么事物都可以佩戴 不是礼服就一定要剪裁 黑色高球 黑色帽子不用来吊丧 大年初一一定穿好上朝礼服 去朝拜君主 反正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是属于糟粕了 你知道吗 因为现如今的话 这种中国穿的服饰 基本都也摒弃了 对吧 你包括连刘鹤 习近平 他们来见外宾的话 现在也都穿的算是西服打领带 是吧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种文明的胜利 人家的文明取得到胜利之后 我们不得不向人家来学习这种穿衣打扮 对吧 或者你说是他的文明胜利了 或者说是他的枪炮胜利了 对不对 在这个就是说亚富汉战争前期 或者亚富汉战争那段时期 整个就是说欧美列强 可以说用枪炮凿开了整个亚洲的打门 包括日本中国韩国都是这样子 然后整个亚洲都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服饰 开始学习西方的穿衣打扮 是吧 那这种文明呢 你与其说是对这种文明的学习 不如说是向他武力的学习 对不对 的屈服 元朝也是 对吧 你要按理说呢 元他们在上面就是游牧民族 那那个宋呢 我们其实南方算是这种 就是说中原 对中原 其实说要用文化的来讲 文化文明理来讲都要比这个元要好 但是元朝统一天下之后 你都得向人家学习 对吧 所以呢你会发现最后讲道理 其实中处不大 还是实力绝对一切 是吧 好吧 第七句 说呢这个摘戒前的沐浴一定呢 有意义用步做的 摘戒时一定改变饮食 搬迁住房 粮食不咸精 肉片不咸戏 这就是食不咸精 吹不咸戏 会不咸戏 会不咸戏 好 说这个饭腐了臭了不吃 鱼烂的肉腐了不吃 食物颜色难看不吃 味道难闻不吃 烹饪不得法不吃 不吃吃饭的时候不吃 割肉不得法不吃 酱醋没调队不吃 洗上肉虽多 也不要吃的比主食还多 只有酒水不限多少 但不喝醉 买来的酒水 肉干不吃 摘食总有姜 吃饭不过饱 参加国家典礼 祭肉不过夜 其他祭肉不超过三天 存放三天就不吃了 吃饭时不说话 入睡时不说话 虽然是糟米饭 蔬菜汤 饭前都要先分出一些祭祖 一定恭恭敬敬 像摘戒一样 做席不和礼法不做 反正就是一大堆道理 情归戒律 一大堆 第八句 和乡里人一起喝酒后 等主拐让的先出来 自己才出来 乡里人迎神驱鬼 自己就穿着朝服 站在东边台阶上 第九句 托人出国问候好友 要拜送受托人两次 继康子送药来 拜谢收下后 说秋不懂药性 不敢尝 第十 说马鹏失火了 孔子从朝廷赶回来 说伤人了吗 说没有 又问伤马了 先问人 后问马 第十一句 说君子赏赐熟食 一定正君微作 先尝尝 君主赏赐生肉 一定煮熟了 进贡祖先 君主赏赐生须 一定饲养起来 陪君主用膳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君子举行食前的祭祀 先替君主尝一尝 得病后 君主来探视 自己头朝东 躺着盖好朝服 拖着腰带 君主召见 不等车架备好 赶紧步行复命 第十二句 就是说入太庙 没什么就进太庙 就是说都要问 这个在第三章的时候 也讲过 就是说一定要 虽然你都明白了 但是还是要表示恭敬 还是要谨慎小心去做 第十三句 说朋友死了 如果没有人料理后事 孔子就说 宾丧的是我去判 朋友的赠品 即便是车马 只要不是祭肉 就不败谢 祭肉就是祭祀中的肉 祭祀中的肉 是祭祀中的 如果把它送给你的 这个就要败谢 因为这个很隆重 其他的东西 即使就是说 给你很贵的车马 这东西很贵 也不用败谢 就是谢谢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祭肉 就是说要讲理 而不就是说 是金钱如粪土 怎么回应 讲道 就这样 第十四句 说睡觉 不能像挺尸那样仰卧 平日在家 不像见客做客那样 正规 看见穿丧服的 即使平日亲密无间 一定变得严肃起来 看见官员和盲人 即使是常相见 也一定有礼貌 乘车时 遇见路上有穿丧服的 一定身自前军 按住扶手 路遇背负国家 图己的 也一定的前倾身子 按住扶手 入席呢 看见菜肴丰盛 一定的神色一变 站起来呢 致谢打大雷 刮大风时 一定一改常态 正今微多 又没人弄他呢 他就是事太多 一辈子欲 把患不得志 文浩市 郡主我也不弄他 好吧 他整的没有 那个时候春秋战国 正是靠实力 去争夺天下的时候 你懂我意思吗 他这种呢 只适合呢 就是说呢 一统天下了 然后呢 我就渔民的时候了 我用他 你知道吗 一旦是那个春秋战国 大家讲实力 要干的时候 这种就赶快滚蛋 你知道吗 他不适合打天下 他适合做天下 仪式感 每天生活 仪式感 特别像 对他非常适合 就是做天下 这种 维持 那打天下 这个肯定不行 他这样打天下 肯定都被 那个嬴政都宰了 你知道吗 好 第十五句 上车前呢 一定站直的 拿好了 拉手绳 上车后呢 不朝车内东看西看 不急冲冲的说话 不用手呢 指指点点 第十六句 这句呢 其实是有一点争议啊 就是说 说什么呢 他这个就是孔子 跟子录 他们一块出去 说呢 这个哎 一下子就把这个旁边的野鸡呢 吓得了 到处乱飞 然后野鸡呢 铺成一阵 发现他们好像也不是来抓我们的 就就就就落下来了 哎 然后呢 孔子看到呢 就感叹呢 说呢 这个山坡高高呢 野鸡起落 正是呢 这个时候 就说咱们出来遛的 正是好时候 然后子录呢 好像就觉得 就觉得好像 他说这实在实在 就觉得孔子 是不是觉得 哎 正是这个 可以吃山鸡的时候呢 就过打个弓呢 就过去 把那野鸡就抓了一个来 然后孔子一看 这怎么回事 说孔子呢 闻了闻 知道吗 就走了 也没有吃 有这么个意思 好吧 反正这句是有一些 这个争议啊 好吧 反正这一篇呢 基本上就讲 就各种处理各种事情的 这么一个道理和规范 我觉得呢 就是说天下大定的时候呢 就这么慢慢来 讲究个礼仪挺好的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打天下 或者干事的时候呢 这种东西呢 就虚通化 都摒弃了 现在西方社会呢 普遍来讲 对这种虚招八招的东西呢 越来越少 你包括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西服国旅 就是说 穿着西服打着领带 你会发现呢 也还在那种传统的 像那种银行啊 那种 那种大公司里边 可能还有 据我所知啊 像现在像什么苹果呀 Facebook呀 什么IKEA呀 都不要求员工来的 是穿西服打领带的 都不要了 全都就是 就随便 他也不管你了 你又是什么都行 你就是牛仔裤 T恤穿 然后甚至 你就是那个夏天呢 就穿着假假兜拖鞋 去上班也没人管 你知道吗 他们完全就已经 完全就是说 以实惠 你知道吗 你要给公司 创造价值 就可以了 你没创造价值 就不行 是吧 你能创造价值呢 你就 假着假兜拖鞋嘛 就 就来了 现在他们也不管 T恤穿的 有的穿牛仔裤 我看他们有牛仔裤 上面就左一个洞 右一个洞 你知道吗 露着七个爱那种 你这样 也就无所谓了 现在其实 我觉得 时代在进步吧 有一些虚脱巴掌的东西 可能越来越不重要了 你说呢 大家越来越不实 是吧 好 那这一篇等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